好 不管是新制的假案还是乙案呢 都比现行制度的退休所得要来得低 那么980万名的劳工呢 将面临的是这个保费呢会翻倍 但是退休之后呢 你的老年给付大打折扣 很多劳工试算退休所得都大缩水 未来千万劳工将面临退休难 而工作这个工作难退休更难的局面 危害如雨 国产不停翻亚翻 今年35岁的廖先生 13岁起就开始工作 尽管大环境不节气 每天卖力工作 就是为了让家人生活好过点 做得那么累啊 很委屈这样子啊 可是又没办法讲 就脚那么多啊 你那么少就委屈啊 没有办法 辛苦钱真的赚得得来不易 不过新的年金改革方案出炉 老公脚多零少 可能还要打八折的情况 似乎已成定局 根据政院规划 所得替代率调降有两方案 加案让老公维持1.55% 提令年金八年超过一次给付后 年金打七折计算 遗憾劳工投保薪金在3万元以下 所得替代率维持1.55% 超过部分以1.3%计算 以此估算劳工终身所能领的劳保给付 较原来最多剩9成5 如果政府这样弄下去的话 我就不知道要工作多久 然后退休之后也不知道 钱都还要来 所以我们不太敢这么早退休 以廖先生本人为例 平均运行约3万5 投保薪资最高3万6300元来算 现行制度退休后 每个月还可领2万多元 所得替代率约有57.5% 但若改采新推出的假方案 每个月退休金仅剩16902元 所得替代率骤降约10% 换作是一案 每个月退休金也将砍制不到2万 退休月所得大大减少 这位80万名劳工奖汉调先生 一样面临劳保保费翻涨 退休后老年给付大打折的情况 他们都过得那么好 我们就瞧老百姓就要做得要命 保费越缴越多 领的却越来越少 面经改革 老公们不管愿不愿意 都得共体时间 但如今却苦上加苦 就怕不满的情绪 一触即发 中文新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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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道